第一梯队的一跃新翻悄然来袭 凤奥天美普路携带伙伴重装回归 随着先前工会战的完美结束 异形人踏上了第四层的争途 首官BOSS是一只巨大机械怪 他和美普路一样拥有极高的防御力 但也敌不过大风数工会的实力 只见美普路冲向BOSS 同时开启自己的最强形态 小揍也及时使用幻影世界增加输出 直接让美普路分身四头哥斯拉 虽然机械怪的防御力极高 但也架不住大量的哥斯拉冲撞 不一会机械就被撕成碎片 看着机械BOSS被美普路大卸八块 众人都快分不清谁才是这里的BOSS 在解决完首官BOSS之后 异形人顺利抵达 被称为传说中的永夜之城 由于是全新的地图 初来乍到的大火人生地不熟 按照各自的兴趣开始探查研究 美普路无意间发现 迷一鬼鬼祟祟传送一看 好奇新爆棚的他悄悄跟了上去 发现里面竟是加盟宠治愈店 在发现密衣少女星的一面 拥有社交牛逼症的美普路 迅速和他打成一片 赢得密衣的极度好感 与此同时另一面 沙利遭遇弗雷的偷袭 两人的相遇并非偶然 作为法师的弗雷 找到了打败沙利的方法 想和他进行一场法师 和刺客间的单挑 就这样二人进行传送并开始决斗 弗雷连续使用屏障攻击 奈何沙利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魔法攻击全被躲了过去 然而让沙利没想到的是 弗雷早已在地下设好陷阱 趁着沙利中招来不及反应 他连发火焰飞弹封住沙利的走位 接着又是一发雷霆火焰成功命中沙利 就在弗雷为打败沙利而喝彩时 早已来到身后的沙利反手就是一道 没想到这次又是弗雷败人 弗雷好奇自己的攻击明明打中了沙利 为何会没有任何效果 对此沙利并未解释太多 就在弗雷气呼呼地离开后 沙利点开了技能栏 原来他到达35级 习得了被动技能空缠 能够在一天内免疫一次致命攻击 即便拥有了这个堪称无敌的技能 沙利还是希望打败她的是那个人 此刻第四层最大赢家霞目 也发现一个隐藏副本 Boss是把极其罕见的妖刀 让身为武器控得他无比兴奋 在和妖刀切磋数个回合后 他终于摸清妖刀的运动轨迹 使出扬言成功将Boss打至残血 随后将其轻松击败 获得神器的霞十分开心 他不仅能将血量转化攻击力 还拥有自动复原的技能 霞迫不及待地想尝试新装备 就在他拔刀的一瞬间 身上的衣物全部褪去 只剩五十福的经典绷带 接着对准前方一只小怪 轻松使出一记双剑斩击 霞对妖刀的手感十分满意 然而就在战斗结束后 霞发现了使用这把武器的代价 就是变成一个身材娇小的魔力 且这个状态要持续十分钟才会解除